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11月8日 台股开盘17323点 中场收在17415点涨118点 美国10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现亮眼 再加上辉瑞新罐口服药的试验数据 也振奋人心 提振了华尔街的追高意愿 旅游股欢欣鼓舞 每股四大指数再登新高 那台股大盘今天是开高走高 上柜指数则是震荡翻黑 后续排斥解析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国冠军纪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Fly 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肉依各位投资长 投资长 你好 你昨天应该是说上周 台股会大展的哦 又展的哦 对你说 是啊 之前你就跟大家预告说 10月的时候会登晚期 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哇现在才11月8日 你说11月会登上万八 现在我们已经占回17400点关卡 这个距离好近哦 好近哦 只剩600点 诶 10号都还没到耶 按照进度 应该是10号达330点嘛 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今天收那个415 我又赢了 进度超前 是不是进度超前嘛 是不是 对啊 你去说 那投资长上周也有告诉大家这个 之前大家在讨论外资 对冲基地在放空台股这件事情 你那时候就跟大家提醒说 诶这说不定可以成为台股 占上万八的动能 诶很明显耶 我们今天看到像是友达 联电 友达嘛 借券好像啊 那时候五十 联电是五十万张嘛 是 然后友达借券 我现在马上看一下 好 九十几万张啊 是 然后你继续说 对 都是嘎这些股票嘛 对不对 他表现都很好 而且恭喜大家 因为友达也是四季红 就是免费送的这个表股的股票之一 今天表现真的非常亮眼 那投资长 接下来友达已经站上二字头 联电也站上六字头 接下来行情怎么看呢 呃 肉友其实不是我的臭美 那时候我去说 联电喔 我说现在要加外资的借券 我说赏味要硬起来 我说那个美股股是GameStop 是 你说不要说我这样说 肉一万道现在很多才讲喔 你看财经名嘴喔 你知道 很有名的谢金河嘛 董事长嘛 是不是 是 他昨天你的文章也这样写啊 我说大摩跟RUNK做空 是不是 他说是不是 他说是不是结合那些 做空的外资 是不是在嘎空台股 是 尽管会直接调查 诶 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 我有时候好激动 说投资长你会不会想太多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幻想空间太多 结果是吗 结果肉一你看今天都涨了哪些股票 是 真的 他们知道被抓了我感觉 你就尽管会没有动起来 还是政教授没有去查吗 是 不得不回补空单还是故意要嘎他们 我说美国都可以嘎使那些做空的空单的外资 为什么我们产物不能站起来 是 你看现在有没有站起来 有 有没有 你看最强是不是连电勇达 是 然后他更强的是谁 长龙 崖民 万海 那这些不是外资在做空的吗 逢低不在做空吗 全部都是做这些 嘎空股啊 是不是 没错 全部都是啊 今天最强的就是嘎空股行情啊 就是低本益比 我说哪种在那边做低本益比 做空股票是什么做空的啦 我搞不懂这些外资在干嘛 所以我跟你讲 我真是大胆的断定 好 我之前有讲过 史上最快最大的外资回补潮来了 要来了 其实今年的外资是净费入耶 可是总共卖了 总共是1.1兆的资金走掉耶 是 因为5500亿的股利嘛 结果不见了 没有股利 没有股股掌 给大家鼓励鼓励 冷笑话 5500亿没有就算了 也不亏进来再买 也不再买台股 总共还卖超了5000多少 5548亿 可是上礼拜买了200多亿对不对 我稍微大胆预告 今天再买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讲的大概快半年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的怎么样 亚洲股市里面台股No.1 你知道吗 在回补台股的怎么样 各位听懂吗 在回补台股的怎么样 的一个买盘 你看 除了这个画面给我 我看一下 我请我们的制作团队 马上赶快传一下 那个加权指数 跟韩国股市 跟亚洲股市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过 大盘怎么样 差3.5不是要穿新高 很快吧 贵买指数 你不知道要差一段距离哦 对 可你看大雄指数是天上新高 对啊 是不是 纳斯达克也要创新高 对 是不是 我为你们我也要熬夜了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今天是冬孽 冬孽时间哦 是 Winter is coming 领冬将至 现在冬孽时间 美国股市晚点开盘啦 好不好 晚一个小时啦 我看来投资亚又要不吃不睡啦 为你们 现在不吃不睡 最近要减肥啦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说来 美国道琼指数拿着达克都在创新高 台湾股市本来离高点很远 你怕什么 我们讲 有 有 我们这画面再给大家看 所以同朋友 很多人觉得 投资亚你每天讲一样的话 废话 废话 为什么 都是没有 我在一万六千点的时候跟你说台股上开一万九 多少人在笑我啊 I don't care 就像八五二三点的时候很多人在笑我 I don't care 我连电友达不行的时候都会笑我啊 现在航运股很强啊 是啊 可是你换 你如果换资源呢 你早就赚回来啦 你换资源就比较差啦 可是你换资源早就赚回来 你换什么 你换成友达还不错啊 换成连电可能还好啦 是 可是准备喷出去的啦 连电我最有把握的一支之一啦 你懂吗 对 同朋友 你看一件事情 对 10月5号 不到一万六千五百点对不对 这10月5号没错吧 对 这个粉丝人数有六万五千人 没有办法造假的对 对 来 来 正统分析师里面喔 我的粉丝人数是最多的 好不好 来 一万九千点才不到一万六千五百点 来我们看一下 外面有 10月5号嘛对不对 肉依这个要看一次嘛 10月5号什么时候肉依 这边嘛最低点 在一万六千两百点的时候 肉依告诉你怎样 台股这边告诉你 散一万九耶 同朋友你做集货赚翻天了啦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攒分析师 这是我的天赋 那肉依我们都跟你讲 前一波最攒什么 攒ABV的载版行情 为什么 因为涨什么 因为涨法人头戏买超行情 然后上上礼拜 我跟你讲说涨什么 涨法说行情 有没有法说行情 我还告诉你 现在开始不灵验了喔 灵验两个礼拜后告诉你不灵验了喔 没有分析师对你这么好 之前大概十个里面有八档股票 法说行情 法说钱都涨 法说都不定 你灵验这个转翻天了 我告诉你盘桿 同朋友这就是盘桿 攒到哪边去 怎样突破 什么样的时间到什么点位 只有我再跟你讲 同朋友你看今天 来 我再给你看 肉依今天谁最强 就像你讲的吗 喔来 等一下喔 2409友达 今天是拉起来 嗯对 友达这样长耶 肉依这样长耶 友达这样长耶 对啊完全不回答 60度 45度角攻击啊 是 这大概是按照我直觉 50度角攻击好了 50度角攻击啊 喔 50度角攻击啊 同朋友 然后呢 联电 今天是拉联电啊 联电看不出要喷的吗 欸 联电呢 同朋友 你看一件事 等一下再讲联电好处啊 好先慢慢讲 好 联电要喷的 同朋友 这些股票这么强 然后呢 2605 2609 阳明 哇阳明也很强喔最近 突破警戒不错不错 对 今天货贵三雄好像 都一定站上去 好 我先答案要跟你讲 好 我先讲 等一下要怎么看 可是我先讲今天最强的 OK 今天最强的原因是这些股票没错吧 好 对 阳明没错嘛 拉转停板 我们夸张对 来我们看一下 肉依 你看一下 这有答嘛 没错吧 对 这怎么样 直接拉 你看外资借券多么夸张 100万张 快100万的 这有答 联电 你们看到 怎么样夸不夸张 嗯 从不到20万变50万 直接外资 嘎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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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你不要怕 然后呢 联电 友达 还有 残隆嘛 260 9 阳明 是不是你看 借券有增加嘛 260 3 03 谢谢你 残隆你看 本来不到 哪有这什么 两官外资啊 肉依你看啊 低档不空啊 高档不空 空低档啊 是 这不叫恶意做空 叫什么 套利 我还真不相信 有些是恶意的 你能不能懂 大摩怎么样都讲台积面X 邏輯对吗 是不是 你今天我们名嘴在讲的啊 是不是 谢金文在讲的啊 请今晚去查一下 这些外资在干什么 是不是 刻意做空这些低档股票 欸不是我讲的啊 是不是 所以同学朋友 那时候我发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 不是发文章 我在节目上讲的时候 我在《今日日报受訪》的时候 我告诉你要是嘎空行情 肉依你看清楚 内资嘎外资 借券回补槽 春春运动 他不就是我东西吗 对啊 我的东西很快 以后就成为最新新闻了 可是真正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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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是谁 是我啊 那我不是叫新闻制造者吗 年底结算在前 年店群赚有达外资点 外资高借券有 高借券股有回补压力 欸不是我讲的股票吗 有达跟群赚不是一起看吗 是 是不是 你看 投信投务工会理事长 詹锡也认为喔 你知道 今年以来美系对冲集 避险基金对台股升据影响力 随年底结算计算在期 预期年底时 这些基金会有回补动作 那借券你可以不回补 沒關係 可是你一直被嘎空呢 也不得不回补啦 答应我 嘎死他啊 嘎死他 你要嘎死外资 你知道吗 我记得好像有 什么 有个rap叫什么 什么 打破他啊 肉依你会唱吗 没听过是不是 有听过 但不会唱 好像是打破他 打破他 打破他 可重山的吗 对对对 可重山 应该把它改成 要嘎死他 嘎死他 我很有才 听你自己改 好不好 打破他 打破他 嘎死他 不用怕啊 外资嘎死他 怕什么 人家 人家美国的散物 是以嘎死外资为荣耶 你怕什么 这些股票 诶 这外资有水准吗 我给你看一件事 不是啊 我们先看这个视频就好了 Global Fundries 市占率不到 联电 毛利率十几% 我没记错毛利率十几% 还在富的 所有营运厂的卖光光啦 到2023年 股价这样涨啦 嗯 市值你猜看谁大谁小 对 我跟联电比 对 一定是联电吧 错了 是Global Fundries 你看 哦对耶 居然这样子 你说联电要不要涨 本来就应该涨 搞什么 本来就应该 怕什么 因为外资看 瞧不起他 你人家联电是薄耶 Global Fundries都可以这样涨 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 没有本来就该涨 联电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 三位数我都觉得刚好而已 我是很认识跟你讲 我那时候就是讲一句话 嗯 我说韩英谷喔 你说放到明年后年我不敢讲 可是联电你说放到明年后年 我会觉得对齐 我过程对齐良心 我是在讲 是 没错 现在韩英谷起来了啊 可以很多老师说韩英谷 我没了 我就讲话实在 你想要去做韩英谷老师 你去找别人 我会不会怎么样 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可是我讲话很实在 我换成 我就换成 换成联电换成友达 我觉得 不会有错 你知道吗 有时候有换成资源 我就不会有错 为什么 因为我看是半年两年后的你 你懂吗 嗯 我很多粉丝啊 有时候看我节目 一开始觉得我很臭屁啊 后来发现 真的 投资上我自己算上 我选股比赛的绩效 我自己把它模拟参加以后 我发现188% 你真的是选股基督保持者 太难了 是 太难了 朋友 太难了 不信你去看一下 不然为什么我是金字报 有史以来的基督保持者 而且一再一再打破 我自己的突破的记录 一再突破我自己的记录 你一想看你要咱分析师好不好 所以你看啊 肉依这点是 你看是哪个分析师 那是跟你讲说 投信买超行情 是 投信买超个股行情 投信买超个股 你看那时候锦硕欣欣 好强 然后接下来是法说行情 然后上礼拜开始跟你讲 嘎空外资行情 你看其实残农都是 外资高借卷股票 是 开始借卷激增 然后今天空什么 今天嘎什么 今天嘎友达 连电 对 投资友达连电 我知道啦 那个 我不一定要参加会员啦 错了 我只问你一件事 那友达连电 你有没有买一百张以上 没有 你不要讲话 为什么 不是 如果你资产有一千万以上 你为什么买一百张 是 有两千万以上 你会买一百张 为什么 因为你是觉得投资是小毒疑心 我没有 我要让你赚大钱 我的连电 跟现在金晶展的 宏达电 威胜不同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你有一千万 你敢买一千万 我的友达跟你现在看的那些残隆阳明 最大不同的是 友达你有两千万 你敢买两千万 对 哪里敢放到明年 你听得懂吗 对 我开大门走大陆 我快笑死 每次只要我发个新闻 很多网友 在议论纷纷的时候 就是一个最大的本责 一万九 我直接告诉你点位 没有分心像我这么尬止 我最先讲的 我再讲一次 肉依你可以作证 前一波是不是有疫情的时候 五月有疫情的时候 对不对 肉依我们可以作证嘛 对 那时候跌到一万五的时候 我就讲一万五是低点 有没有印象 你可以作证嘛 对 我要讲这一天是最低点 对 有没有印象 你可以作证嘛 这一天是最低点 肉依有没错吧 这一天五月十七号最低点 我讲过嘛 对 我说跌破以后它就最低点 有没有讲过 有 然后我说删看多少 上看万八 一万八刚好 最高多少 然后一万一八零三四 一八零三四 我郭子宏就有这个能力 需要播重播吗 不用 你自己加我LINE跟Telegram好不好 Telegram可以看我之前所有文章 我没在删文章的啦 你知道吗 我没删文章 除非说我今天不小心写重大的错字 可是过一段时间我就不删了 你懂不懂 你懂吗 我宁愿更正 因为我没有要让你知道 我是很爱编辑的分析师 我不是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分析师对就对错就错嘛 嗯 弹开在阳光底下 是啊 我绝对不是那位建官室的分析师 好 我跟大家讲 来 一万五 我有没有说删一万八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一万九 我是认真的啦 肉依你可以作证对不对 对 我是不是在一万五那一天 我跟你说今天那天最低点了 对 对不对 一五多少 一五一五九 一五一五九 你都记得也不错 然后我说删一万八 对 那一万八我就没讲了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直接告诉你怎么点位哦 十一月一万八 十二月一万九 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啊 我连演讲都算出来了 我只是因为我知道十二月演讲我会报满 我说我排十二月演讲 而且我还连疫情都算进去了 不然政府没有开放的话 我办演讲也没有用啊 是不是 什么视频发明只能 什么视频只能挤三个人 我这样办演讲干嘛 我演讲就在轰动啦 我演讲没有办嘛 我不办的啦 我过程是这样子的啦 你要请我很贵啦 你知道吗 有人办我查我演讲请十万 我说不好意思我我很忙啊 我不办 我每天都在办这些演讲的 我跟你讲 我关这个产地 之前产地就花多少 四五十万嘛 对不对 之前全是找Table Hotel 有够贵的你知道吗 这次讲是因为我这次没有办Table Hotel 好 来 所以跟你讲没关系 才是办演讲哦 记得下好离手 因为演讲我都会送标股哦 肉依你在讲嘛 四季宏送什么 友达嘛对不对 来 四季宏送友达 没有错嘛 等一下哦 这请 好 这请制作团队帮我做一下 那个友达 PDF什么的 来 没关系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哦 先来跟你讲 你看 肉依 台湾股市为什么现在比韩国股市强 因为在嘎外资的行情啊 嗯 因为在嘎外资的行情 有听到 哦 今天韩国股市还弱 还跌的 台湾股市还涨 因为嘎外资的行情 因为走半导体 行情 懂吗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肉依我们 都跟大家讲嘛 你看 来 友达嘛 我们直接来送的是友达 没错吧 是 四季宏表股 另外两个是韩韵股嘛 韩韵股跟一个场场嘛 嗯 我说我不理他了好不好 那友达也没看到 肉依我送的对 对 我都送的时候 投资者你说这两档股票 不要理他了 这三档股票 也很好吗 啊 结果喷出去了 天天喷 资源到今天好不容易跌停板 可是我跟你讲 做的就是五日线嘛 是 接下来就是我会员权益的 我不想讲那么清楚 反正我大赚嘛 我怎么出也赚啊 是不是 随便我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介绍到现在涨了差不多八十几%啦 嗯 那友达来看一下 友达2409友达 有看对吧 来 是不是 有没有 Roy 10月送的 10月初送的嘛 对 在这边买啦 还可以买更低啦 然后天天喷出去啦 这是友达啦 投资者 友达我听过 不敢买啦 投资者 这个什么股票 随便你们怎么讲 我就说过 Roy有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友达我们要赚到二十几块的啦 对 我上礼拜发文章 我告诉你 我说四月的时候 我给你看我四月减讯 乒乓一下 我那时候赚几% 超过100% 100% 对 我说我这一次是认真的 友达 某要想要三十块以上才出 但想要喔 实际上进出 是我会员权益 是 你要不要来随便你 好不好 我只是告诉你 现在 画面给我 很多人加入我行店 你要不要随便你 为什么 他受不了了 投资 真的欸 你连外资都嘎得动欸 嘎死他 嘎死他 我就是要嘎他 投资 欸真的欸 投信投顾 张 那个理事长 也在认同你的看法欸 欸现在讨论是外资借券欸 是不是 嘎死那些外资怕什么 是不是 人家外面 人家美国就有GameStop的案例 嘎烧那些外资破产 你不觉得有成就感吗 怕什么 那搞什么 空那些低本益股票 你看今天都攒那些低本益股票 攒那些低本益股票 攒那些低本益股票 友达 然后勒 然后群创 群 然后敦 什么 联电 联电啊 然后残隆阳明万海啊 这次低本益股 又是一些外资大量增加借券的公司 是 是不是 这跟你讲嘛 是不是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找分析师 好不好 可是同庙我回到这边来 好 烈益股怎么看 会不会喷出去 我跟你讲 上面压力大 我认为啦 明天要再好转 机率不高 我认为今天葛日聪 从蠢蠢欲动 反正我猜一下啦 我觉得你们今天就看到那些什么 单冲明星队就来 什么凯基台北啊 通通进来了好不好 明天喔 我是不是说今天早上会开盘 会先开嘛 对 会先开高嘛 然后拉下去嘛 是要拉起来 那今天就拉上去喔 所有的明星队都进来了 明天有可能就是开高走低 我不管 反正明天就是 开盘喔 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高点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啦 我只无预料 因为我觉得这些 凯基台北啊 这些单冲明星队 隔日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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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明星队喔 我认为喔 明天就会出现的 好不好 就跟你讲喔 所以明天就要慢慢压 信不信由你 这只是参考耶 我只我这个 把握度大概七成吧 啊 你要做短你自己去抓这个方向 我们要赚这个小钱 我不赚这个小钱的好不好 啊我不要说强强强的股票 2481 强冒 你一买就跌了 我怎么看 不用担心 喔强冒板就是很会洗人的 那就该竞技场就进场 不用担心好不好 喔 我每天跟你讲涨的股票 我已有跌的股票 我实在好不好 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我实在 喔 为什么我实在 第一件事我个性实然啦 喔 第二件事情喔 我觉得喔 喔 我觉得我如果是成为一个 绩效低的分析师 我能成为一个选股记录保持者的人 我为什么不好摊开来 那你听懂我意思吧 是 是不是我为什么不好摊开来的 我是告诉大家啦 来跟你讲这些东西 来看清楚 这是报纸我嘛对不对 做我对不对 对 大头照嘛你看清楚 来 郭哲隆对不对 没错吧 对 然后咧 上一季涨幅怎么样 全季涨幅高达188% 刷新自己创下的112%就记录 好喔 然后赖分成数高达6.5万人 现在已经10万人啦 好都破季度 有没有看到 也是全团第一个成立telegram的分析师 金日报 有没有看到 所以画面给我 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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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电友达你都听过啊 然后你买几张 你看多久 你买多久 同没有 曾正老师是不离不弃 是我兄弟 我就是不离不弃 我就是不离不弃啊 不知道为什么粉丝人数这么多 为什么班一场讲做这么多人 同没有 我欢迎比较 我一直跟你讲欢迎比较 这个很多人喔 可能很久 忘记那个场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师要比赛比较这个人 声音有办法听出吗 有办法听一下 有跟我讲一下 有没有 有喔 很好 你看这个画面 就变瘦了 好不好 好 来 我给他画面快一点 看到 你看看什么 来 这边 从这边开开开 你看 这样走 这画面是五远伯戒喔 右边也有人 左边也有人 上面也有人 上面也有人 上面也没人了 对不起 讲多话 镜头跟我说在上面 下面也有人 看到 这边都是人 旁边都是人 这边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下面这边也是人 有没有看到 这边也是人 有没有看到 好 好 好 通通都是人 有没有看到 夸不夸张 快两天了 有没有看到 就这么大 喔 欢迎比较 我过程喔 就是 行的职 做的正 你听懂吗 我不怕挑战 我一直跟大家讲 股票就是会喷出去 很多股票喷出去 我不要讲这些股票 我讲跌的股票好了 好不好 所以每次演讲的人 就这么多 你去想这件事喔 肉依 这个还不是在我突破188%的人数喔 我先突破了喔 所以我就是精益求精 很多时候 其实我跟你讲 很多事情就是讲天分 你叫我每天跑跑跑 我也不可能跑到10秒啊 那天分就不足嘛 虽然我跑步速度也蛮快的 然后全班还最快的 可是那是年轻的时候事情 然后怎么样 你叫我跑10秒一辈子没办法 你叫我灌篮没有啊 这种身高怎么灌篮 你没有到190 你这灌篮很难灌的 你要天资 那个天资 要非常跟人家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是 PR值你可能要99.999 那个没有意义 说没有 可是股市的天分来讲 对我来说就是 唾手可得 我随便我就有这个盘感 不要走 你看从15,000告诉你 这15,000是低点 然后18,000告诉你 然后我还告诉你说 三个月份是17,000 这个月份18,000 你看现在已经快到18,000了 对 下个月份19,000 然后告诉你 先告诉你投信买超行情 再告诉你 有没有投信买超行情 那星星有达不是展这些东西吗 说说星星啊 景树啊 不是展这些东西吗 建策不是展这些东西吗 泰迪不是展 投信买超概念股吗 现在投信买超概念股 又没那么红了 然后上上礼拜开始 又展什么 法人 法说会概念股 而且我要告诉你 法说前有行情 法说不一定有行情 我要统整表格 这要盘感 接下来我来告诉你 涨什么 涨GAS外资的股票 嗯 借券股 这要盘感 这要天生的 朋友 你也可以买元宇宙啦 我们公司也有汉尾 买元宇宙 厉害喔 我说实在话 我真的很佩服 他不是他抢的是他在这边买啦 我说实在话 可是我跟你讲 每个人属性不同嘛 你想要这种股票也OK 可是我的股票就是 你敢买1000万 你敢买2000万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某个分析大家都不错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认同我观念 你喜欢我欣赏我 喜欢我都预告在前面 那你觉得我粉丝真的很多 你要想选粉丝最多的 你要选一个选谷基督保持者 那你找我嘛 你懂不懂 真的是实情呢 选谷基督保持者嘛 一样嘛 敦泰我不用怕嘛 因为我知道有达喷出去的 敦泰就会还他公道了 是不是 是 敦泰就会还他公道嘛 然后3034联勇 是不是 法说各位也不差嘛 是不是 可是3545敦泰我觉得最委屈 该要喷你就要喷 该要喷那公道公道 嗯 金融组件事喔 现在是 现在是先搁什么 先搁 搁外资的股票 是 我们是搁那个外资借券股 嗯 然后现在会衍生到 到时候会涨 低本益股票 因为大家搁这些外资股票 是 联电 友达 还有什么 群创 群创 藏龙 群创 藏民万海 全部这些都很涨 涨很夸张 全部都是外资借券高的股票 也是怎么样 也是低本益股票 所以到时候会蔓延 他蔓延到低本益低股票 是 那就会蔓延到什么 敦泰去了 嗯 股票就这样子而已 你懂吗 你相信我的话 好不好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找什么意思 那3035资源 这个我还是算看好 我是跟你讲一件事情 好不好 我还是看好 我有找一些会员有出一些 可是我没有全部出掉 我实在跟你讲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讲 好不好 我讲得都很清楚 只是讲太清楚了 可是我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来 就短线来讲 五日线就破了嘛 五日线破了你本来就该走 只是我不是 我不是看五日线的人 我只是教你怎么去做操作而已 好不好 那我的操作 我不喜欢做五日线 我的个性就这样子 我就讲 讲在前面 那我在讲一件事情 台积电要发 连电要发动 肉依我在说怎么讲 我说 600元以下怎么样 台积电要好好珍惜 还有呢 60元以下的连电 然后那今天 连电是62.5嘛 对不对 台积电你有没有印象 602嘛 对 谁算比较多 连电 那连电你按照比重的话 要变620块啊 是不是 对 我跟你说没错吧 连电咱比较多 我是不是让我说 连电跟台积电要买谁比较 连电 光是Global Fundries 就要告诉你要买连电了啦 他凭什么市值比连电高 你要说什么东西 嗯 因为外资的逻辑真的很奇怪 没关系啦 本来会消失在时间的红海里面啦 你相信我 好不好 那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 连电是对啦 对 还会在涨 我连电买连电是送分题 送分题 我告诉你送分题 我说你评论没关系啦 哪里买 讲台语不知道是讲6还是顺啦 随便你啦 同庙3037 欣欣怎么看 没问题怎么看啊 就是平淡无奇 今天也不算跌好不好 紧缩我觉得这一个礼拜有机会喷出去喔 记得我这句话 有没有 红萝卜登 红萝卜登 红萝卜登完白萝卜登 欣欣掌 欣欣掌完连电掌 是说欣欣掌 欣欣掌完南电掌 南电掌 南电掌完紧缩噴 轮流带头噴喔 他们个性是这样子喔 好 这是有一定的几率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啦 可是我觉得大概有七成的把握率 如果要噴的话 这一波是紧缩喔 好不好 好 那6756 雪红阿姨我不想努力的 王雪红的股票好噴喔 有没有看到 这礼拜我说的 他唯一让我觉得麻烦的就是 为什么宏达店 威盛有涨他没涨 就像好像听到我反复 听到我的祷告一样 唯一我有的 这是雪红阿姨股 我有的 我讲实在话 就唯一我有的好不好 来 这个是威风 涨停板有没有看到 是特扣会员 你想想看 你要涨的分析师 我不去之外 不去麻烦泡 同样我要跟你讲 来这件事 联电 在这边是送分屏 你要买 不要买那么少 你买重压一点 又逆买 你知道哪一种人这一波 绝对不是我损失最大 你知道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一波是谁损失最大吗 你再看看 就是 韩印股喔 停损就算了 你不进股票了 喔 就又赛产赚了 因为你韩印股 你活爆死霸 你现在差不多到我停损点嘛 是 是不是 就差不多到我停损点 OK啊 可是 你是韩印股 你听过总要停一半 我出掉了 嗯 但空手 我没有空手要干嘛 空手而入宝山而回 这个不会气死吗 会 这是最吃亏的 真的 很多人有老师 韩印股从冯高买 买低买 OK我也佩服他 是 也是不离不弃是我兄弟 那我就进出现行 那时候告诉我不行 我换年底有达 我告诉你是 两年后你会谢谢我 是不是 还换一些股票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听一半 所以最吃亏的是 你只听一半 自以为是 那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不先专业 我郭州每天花十几个小时 二三十年来 从来没有间断 我面前可以开玩笑 不然怎么去念出这样的盘感 你看 你也真是说天生的支持而已 但是还有后天的努力啊 所以他不然你去想看 等一下展覽分析师 所以最后悔 最可惜的是 只听我一半的建议 这个赚最少 来 现在直播人数多少 一千多 一千多 是不是告诉你 告诉你一件事 直播人数到一千的时候 我告诉你底部了 你看到一千两 上次礼拜还到一千五嘛 对 我记得一件事 只要直播人数到一千 要记得紧急 小心 把那些股票 卖给那些 后面来摘入的人 知道吗 现在赶快来啦 去想看 你要展展分析师啊 所以不要只听一半而已 你不能是要换韩应股 或者受不了 你像冯高真的 也考虑可以换啦 好不好 换我的股票 我觉得你可以更 买得更安心 好 买得更安心 可是不要都只听一半 那不然就不要听 你就不要听 你听懂吗 所以去想想看 你要展分析 要听就听全部了 有航运股 我帮你换股票 或者你想要就这家电子股 你看好是两年后 三年后的郭子团 看好是两年后三年后的 这些股票 那赶快来练恰 因为今天行情 就如我所料 你看亚洲股是台股最强 为什么要嘎死外资 所以今天外资 正在强迫回补槽 我一直跟你讲 十三最强大的外资回补槽 可能出现哦 不要到时候又预告在前面 这个外资 是像今天 买槽还是卖槽 来不及啊 算了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也要咱的分析师 没关系肉依 你想看你咱的分析师 想清楚了 想明白了 赶快来练恰 不论对或错 我一切的一切 我预告在前面 我也预祝各位 能够赚大钱 来投票来看一下 外资今天买超67亿 你看是不是 这种行情 雅股都在跌 外资买超67亿 所以你去想看 我又预测对了 去想看咱的分析师 赶快 外资最大会补槽来了 你要赶快跟我跟上标股 谢谢各位 欢迎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下小铃铛通知 想了解更多资讯 可以拨打 专线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明天见 掰掰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 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